狐狸几天 法力无边 我跟你们拼了 我是杰西 清晰谨慎 走这道忙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和狐狸已经不知道逛了多久 别说人了 连声枪声都没有听到 这狐狸对决也着实让人火不起来啊 要是再没有人出现 我这胳膊腿怕是就要生锈了 嗯 什么声音如此悦耳 不得不说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是今天的狐狸 机炮打得多稍微的泥土 不算 古古以来 想吃鸡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钢 一楼安全 二楼貌似也没人 看样子 他们已经躲到顶层去了 哎呀 不好 可怜的狐狸 虽说刚将二字看起来简单 但稍不注意就容易和鲁莽混淆 狐狸啊 你怎么说也是跟我一起 拼肩作战几百场 怎么一点都没学到我身上的成熟与稳重呢 哎呦 竟然搞不及 狐狸 你别慌 我先加个血 你安心的去 稍后我就召回你 含泪捡起狐狸的食堆卡 也得不多说 先给他报个仇 嗯 怎么如此简单 哎呀 不行 我们这里不止一对 苏语云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我拉回来狐狸 咱们再来一较高下 好了狐狸 快去捡你的遗物 我来掩护你 记住 你的盒子在二楼小房间 千万别跑错了地方 有飞机 来得好 狐狸小心 又来了一对 不过好像人不多 嗯 你这是跑到哪里去了 哎 不停接洗颜 成河在眼前 算了 先走一下 再拉你一回吧 老规矩 先给狐狸报个仇 不好 怎么又来一对 偏偏在我赶时间的时候 来送人头 真是不会挑时候 算了 我就牺牲三十秒的时间吧 还敢反抗 想多了吧你 偶人云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也只能说 这该死的老六 我是街喜 我还会回来的 照顾 我还会回来的 随便